哈囉 大家好 我是白龍雪 白龍雪今天要來拍什麼節目 你知道嗎 就是我前幾部影片有拍一部那個 電池免加水 他的再生的影片分享同學 然後就是收到很多同學留言說 當他真的這樣測試之後對他有幫助 我就想說 我這台承篷的 已經放了一個路線 肉體已經完全滑板地點了 我想說再來拍個第二彈 再分享給同學 因為那個電品的形式還分蠻多種的 那這次的話就是用那個75A的 上次是用100A的 那這次也是很樂意的分享給同學看 一起上課去囉 來 三秒就完全沒有電位給同學看 然後這裡是有裝那個電壓錶 我們也是鑰匙孔把它幹進去 你看喔 第一段 第二段 完全沒有盤地點 我剛剛是先弄那個備用電力 從車庫開出來 來 開始DIY吧 然後這個電瓶也是在後座 因為我那個電瓶已經完全沒有電了 所以我這個啟動電 你要一次要兩顆 要不然沒有辦法啟動 不然一瞬間下去的時候 那個電就被吃光了 你開開 我們為了那個 節省影片的那個長度 我就直接先把它拆掉 我們把它拿起來了 來 把它拿下來 這個拿的時候手要注意 這個很重 比較不會手去弄到 要記得拿起來一定要怎樣 一二三 這個75A的就比較輕啦 來 拆下來就這樣 然後這個我們先把它 化開 化開之後 我們先把這個敲開 我看這種的 這個風好像感覺 好像比較簡單喔 唉唷 阿甘彈到 你看這種叫做 免加水式的電瓶 因為裡面和加水式一模一樣 這種的話真的 對我們DIY的人 就是真的很友善啦 這樣這邊也一樣 這次這支片在打很快 我們把它轉開 用那個硬幣 把它轉開 每一個小穴都把它打開 因為實機壞壞了 能省則省啦 反正DIY失敗 最多也是浪費幾十塊而已 成功就彈到了 我覺得 這一顆裡面狀態不錯喔 來 同學看一下特寫 你看這一顆裡面的水就很透明嘛 上次那一顆100A的話 它加上去的時候 效果是覺得是還不錯 但是它裡面 它也像是鬼鬼鬼鬼啦 來 開始來加水吧 然後我們來加水 所以是先測量它的水位 高度先把它轉好 這個也是 不能加太多的 我剛剛加這個地方好了 就是水的話 剛剛好在這裡要澄澄 我是覺得這個高度剛好 好來 開始 然後加的話我也是去買那個 一瓶二十幾塊的這一種 因為這我加幾個年 好像不太用 好來 開始喔 對著一槍開始好了 這個同學的說什麼純水啦 那一些的東西 我是覺得 因為我覺得取得 用這個電解液 我覺得比較方便 倒了 好 就大概這裡要去澄到水 好 我們再加一些好 好 這裡濕濕的 因為這裡有開閃光湯 看到沒有 這樣就好了 然後其他我們就是 也是 其他老的小炫 我們也是一二三 啊 我們也是幫它補麻 我這一顆最主要就是 因為齁 一鍋它開一次 這個放久 那個蓄電量真的是越來越低 我想說 找個時間把它加一下 剛好它這種設計我就賺到啦 這邊也是 一二三 啊 閃下去 看一下小炫的特寫 加上去 讓你記得不要嚇太多喔 剛剛好啦 這個 前面濕了就好了 最好這個再把它按下去 好 檢查一下 來 你看那個裡面的水 是不是都 剛好到最上面了 我覺得這一顆 加起來效果應該是不錯啦 好 好 開始充電吧 來 水膠 這我們來量一下它的電壓 一般的時候 我們是要開到那個30 但是我一般是開12 為了拍影片讓你們看 比較 刻度比較清楚 我們就是這個 腹肌把它幹住 然後 正極一二三 把它幹下去 你看 它那個電壓 是不是大概到那個 9而已 對不對 因為一般車上 你如果說低於10伏特 一開一般 就差不多都沒有生命跡下 來 來充電 阿娘娘的很會挑時間 電瓶拆下來 電動窗 完全沒有辦法動的時候 它才不會落 所以先把它這樣蓋住 接下來要來充電 然後充電的時候 正負責你要注意 有一個重點 同學看不斷電安裝 你有一個爭議 你覺得先移除正電還是負電 有一個標準順序 但是 你如果在不斷電狀態之下 基本你移除哪一邊 我覺得風險都是一樣的 你就是要養成一個習慣 不要去斷路就好了 好啦 剛剛充電之前是9伏特 我們現在先把他 測試一下 我們看電就過了 應該現在是S13 你看 是不是很多了 對不對 因為我就是為了拍 射的那個 刻度比較明顯 你看 比較有12 這樣有32 你看 大概就是在14 你要看15 那個地方 多看這個地方 我們就這樣 充20分鐘 等一下 再來量看看 等待過程當中 這個瓶蓋 我們可以把它清一清 這一次剛好 拆開發現 它裡面跟那個 加水室長得一模一樣 我就覺得賺到了 這個電解液手摸到的話 要趕快去用水把它清一清 這都把它清清清清清的 所以說有的時候 電瓶你壞掉之前 你先 參考白同學的方式 你如果剛好是這一種 打開 就是直接可以加水室的這一種的話 你就是 變很簡易 就可以去DiY完成了 免加水 好諷刺 很諷刺 有這個熱氣 好啦 來 大概充電20分鐘之後 我們來看一下 它裡面 小穴 沸騰的狀態 這支好像沒什麼過 我覺得這支好像不順利 不順利 你知道嗎 好 沒關係 我們來量它的電壓吧 充電好之後 我們把它量它的電壓 試看看 你看 看 到12 有啦 大概在那個 11.8那 買到12 因為 這支我看它的小穴 它那個冒泡的程度比較少 很少 我看它它這個蓄電量可能比較少 上車試看看 來 上車之前 這個蓋子要先放上去 剛剛在拍拍的太爽了 要忘記了 全部都鎖好之後 然後 蓋子蓋上去 啪啪啪啪 好啦 這場雨終於停了 他媽的下的有夠久的 就放上去啦 這個老V的好處就是說 它斷電的時候 它沒差 所以我剛在塞老V的時候 這樣完全斷電 然後正負擠把它裝上去 上去啦 按就好 才有說 1 2 3 幹掉 電話扛起來你看 好啦 電瓶蓋把它蓋上去 來 緊張時刻到了 我們現在鑰匙炒在發動 等一下發動的時候 這裡要至少要11點多啦 不然是沒法 一格 11點6 在那裡插插 來 好 發動 發動之後 你看它的電壓就爬上去了 我是覺得 這台電瓶來說 有 第一格的小穴 沒什麼冒泡 它那裡的那個電腦板 我這樣可能要開不開 所以這一顆的話 來講的話 它的再生來說 我覺得它斷不太久 但是也是把功法分享給同學 同學 同學 那白同學今天拍的這個 電瓶綿加水 再生回春的第二段影片 希望對同學會有幫助 節目之後我來轉一下 我從上一部影片拍之後 很多同學留言 阿 我大概會整一下重點 所以我同學報告一下 大部分會問到就是說 阿 加起來的時候 怎麼加效果最好 我白同學分享我的經驗 一般 那個電瓶的壽品 我跟它最久 大概四五年 它的那個電極板就差不多了 白同學那條差不多 都四五年 包括上次那個一百年 也是大概四五年 我是覺得說加水時機是有點太慢 但是這個功法是要分享給同學 阿一般要加的最佳時機 我是覺得大概在第二年 你說買一台中古車來 很不幸的 很多都是免加水 你把它冒個鞋 把它敲開 花個幾十塊 你就是以少量多吃的方式 慢慢去把它加 也是一次不能加太慢 以白同學今天這樣用起來 它時間說明可以拉長蠻多的 以上經驗分享給同學 節目最後 記得按摩訂閱白同學第一外教室 拜拜